各位丰盛清泉的朋友 今天我们要讲到德医治与德释方 我们的焦点将放在家庭生活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 我们可能有不少的受伤 对方因某些因素轻看你变价你 使你觉得没有做人的价值 这叫做家庭的伤害 但是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呢 因为他成长的环境 一种潜意识在他里面 这个人假如不符合我的标准 不符合我的喜好 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他就没有价值的人 很简单地说 比如说假如一个人要结婚 他期待他的太太是专门会忽视他的 那会看他尊他做王 甚至做霸王他也要顺服他 那这样的时候 这个被压抑的一方 他很难提取他的自我价值 我是非常关心在家庭生活的沟通方式 沟通方式无形中会伤害到一个人 使他觉得被拒绝 我也非常介意在家庭沟通方式里面的大声 骂人 花脾气这一类的东西 这个都是拒绝的一种表现 其实那也是远远至于他的自我拒绝 才会他会用大声来压人 他会骂人觉得自己是胜利了 对方被我压下来了 这是破坏 在婚姻生活很大的因素 神把一个家赐给我们是神的祝福 家是伊甸园 家是神所看重要祝福的地方 所以家是一个和谐的 是一个接纳的 伊甸园是一种自由的 是享受的 彼此之间一定有他优点互相享受 今天受暴力的家人不少 很可怜 有一天有一个小孩 他被他的父亲鞭打 所以他就是受伤了 到学校美国是不准打孩子的 所以老师有责任要报告给政府 所以政府会到这个家去把这个父亲 或是把这个孩子带走 就是说你没有资格养这个孩子了 因为你用暴力 其实这个家长不爱孩子吗 有 他爱他 只是他的表现是用拒绝的方式 就我需要用暴力来压你 你才会听我 你不听我的话 我生气 我可以打你 这个都是拒绝 但是 这种伤 伤一个人到一生 你知道吗 假如没有得到一致 他永远就是那个记恨 隔阂就产生 拒绝是很难一致的 但是当一个人醒悟过来说 神既然可以除去医治我过去的伤 也能够除去我过去的错误犯罪 来赦免我 来再一次接纳我 我应该可以接纳对方 也可以饶恕他 所以得医治 得释放 是由饶恕开始的 饶恕这个因素呢 是非常重要的 不饶恕的时候 就很难很难 达到说 得到医治 得到拥抱的爱 再次产生 我们在这个世界 岂不是应该彼此饶恕 来进入一种上帝 要给我们的爱的近况吗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 为了待饶事给我们 使我们从罪得释放 成为神医治了的一个人 求主恩待 使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得医治 得释放 得医治是因为我们肯饶恕人 也肯接受神的饶恕 让神把我们过去的伤害 罪恶 涂抹掉了 我们就重新有盼望 因为神的爱 把我们连结起来 饶恕是得医治 经历神拥抱的境界 但愿今天 神在我们心中工作 从我们的家庭开始 有什么方式言语表达 是伤害到对方的 可以在神面前求 灵敏赦免 也愿意改变 我们一起祷告 恩主感谢您 你是我们的主 是饶恕我们的主 我们今天 恳求你帮助我们的家庭生活 能够重新建立在一个 拥抱的爱 饶恕的爱 肯把过去的一些不再提 能够一起跪在神面前来 领受饶恕跟医治 神啊 没有一个人是你不愿意饶恕的 求你也使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我们不肯饶恕的 来建立一种拥抱的爱在人间 带给人因为爱 重新有盼望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